我們做粵菜,粵菜的精神就是兩個字 就是新鮮 所以我們應該買一些在本地最新鮮的東西 就是去市場買 我是Danny 我是大班牛的負責人 全香港最大的一個活海鮮市場就是香港仔 如果任何市民進去看 你會發覺香港有一個大成這樣的游泳的活海鮮市場 我覺得是比美足地的 我們有幾個主打的菜 花雕蟹就是我們主打的菜 那一堆就一定要用花蟹 因為它很鮮甜 聖子 有時候有些鯪魚的 譬如說紅斑 臘腸斑 我們會買一些海魚 蜆 琵琶蝦 我自己最喜歡當然是雞肉花雕蟹 基本上是吃不厭 很多客人都是有這樣的感覺 一個餐最喜歡的是你要記得它的味道 就是你吃完了之後 隔了兩天 我還記得那一天那個菜的味道 我想再回來吃 雞油花雕蟹是做到這個效果的 雞油花雕蟹其實很多餐廳都有的 為什麼客人會比較喜歡在我們這裡吃呢 第一我們是自己找人去市場 選了第一手最美的蟹 所以在貨源上面是有分別的 第二為了提起雞油花雕蟹的鮮味 我們是特別蒸了一些蜆的汁 我們用海鮮去搭配海鮮 所以吃上來我覺得是比較鮮味一點的 我們主要的餐廳都希望用回本土的品牌 所以一開始我們已經是去走訪這些本地的醬原 看看它們有什麼好東西 大媽是一個很多年的醬原 有幾樣東西是特別好的 我們已經開始跟它合作了 豆豉 人人都曬豆豉 我們不太明白為什麼那些豆豉特別好吃 咸檸檬 咸檸檬已經變成了我們餐廳的一個名菜 因為很多人不懂得欣賞咸檸檬 有一天我們去到大媽的時候 發現地上裝滿了一瓶瓶黑色啡色的東西 我們問它是什麼咸檸檬 放了十幾年了 那為什麼沒有人說不懂得買 人們不知道怎樣用 我們就覺得有些味道不是廚師能夠煮出來的 是用時間去煮出來的 放了十幾年的一個原料 它本身就是一個時間給它的味道 這是任何人都煮不到 我們就圍繞著這個咸檸檬 我覺得很有發揮的空間 第一個想法就是一個帶有酸味香味的一個原料 應該是配海鮮的 因為你要太強的酸味 你去配一個肉餐是不太合的 那我們就先理解了咸檸檬的特性 接著我們就用海鮮去配 我們已經試過了 蟹呀、魚呀 但最好的就是聖子 因為聖子本身它的密度緊 你咬進去是一個口感的 那它密度緊的時候 才能夠承受到咸檸檬的那種 我們應該叫噴進去 即是一種比較搶小小的味 那粵菜我們經常說一個很老生常談到 接近有老土的說法 雞有雞味、魚有乳味 但你今天看看 其實又不是很多餐廳 我們是做雞有雞味、魚有乳味的 那我們粵菜其實為什麼我們要蒸呢 就是要保存它的原味 為什麼我們要快炒呢 我們就不想它煮得過耐 令到肉片是流失了牛肉味 或者豬肉味 大班人有一點分別就是 應該提升多一個步驟 是雞更加有雞味 是魚更加有乳味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探討的一個課題 我們開餐廳的時候 我們已經決定了 這一條是我們大班人應該要走的路 我們會希望大家努力 到達中所有的課題 我們要萃龍的雞尾 幹嘛 alllll的雞尾 我們一起停止 它在海中小火 這是有機器 那它是有機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